好但您關心台北電影節的播放活動遇上了突發的狀況 有民眾反應說稍早的時候電影播到了一半 螢幕卻呈現了一片藍光完全中斷 而對此呢主辦單位也有最新的回應 到底現場情況如何呢 我們連線給記者許少芸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從前天正式開跑 不過活動才邁入第三天就傳出有突發狀況 稍早民眾在社群平台發文 說到莊山堂觀賞台北電影節的電影塑膠花首映 沒想到就遇到了放音事故 才播到第二集畫面就開始怪怪的 最後整片螢幕呈現一片藍光 後來電影也被迫中斷 讓不少觀眾相當錯愕 直呼今年台北電影節是不是沒拜拜 怎麼狀況百出 也有人懷疑會不會是因為台北下起大雷雨 連帶影響到播放系統出包 對此我們實際詢問中山堂 他們回憶目前正在進行螢幕測試播放 而台北電影節主辦單位也說是放音設備有問題 將針對賣票進場的民眾提供全額退費 以上目前最新再把時間交換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開啟 請問 請回答 請問 請問 感谢观看